其實一般瑜伽脊的位置 都可以做到大部分的伸展運動 可能再加一些小工具已經很足夠 服飾方面最重要是輕鬆可以靈活動 其實很簡單 普通的運動衣服、運動褲已經足夠 不需要特別的工具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關心 例如高血壓、心臟病 每個人都有些事情要注意 心臟病、高血壓 可能有些動作 如果他的心臟是會倒轉的 即是心臟比頭高 那些動作要小心一點 例如有些之前 印帶、斷過、做過手術 甚至50肩很嚴重的 做手部的時候 要量力活二位 不能太大力 例如一些老人家 他已經可能行動不變 或者他有少許追尖本突出 還有一些所謂的腰船 一些腰部動作 拉伸的時間都要注意 所以沒有一個很特定的規則 甚麼一定可以做 甚麼一定不可以做 要看回個人本身 我們的原則一定是安全至上 你可以伸展到肌肉的同時 不會弄傷到你的人 那便是最好的 例如我們有一個叫 書筒運動班 即是一些伸展班 大概是一個小時 三個字 即是一個半小時 其實我們頭十至十五分鐘 都會有些熱身的 例如一些很簡單 可能放在這裡 轉一下手 去放鬆一下關節 以及讓處逆循環先走 對,暖了先 因為始終有時 坐了一條客人 動作是這樣的 冷氣吹著肩膀 很冷的 處逆循環不好 我們的目的 就是去促進處逆循環 到它真的伸展的時候 那些處逆循環 可以進入肌肉 那下股會更加好 我相信觀眾 都做很多不同的運動 很多不同的運動 都有受傷的風險 伸展運動 受傷的風險 算是很低下的 不過也要注意 譬如有些伸展 可能是很深的 深度伸展 我們叫做 譬如封閉式 我們趴在地脊上 要轉身那些 有些如果它沒有很聆聽身體 我叫做 尤其是 風學化一點 不要說聆聽身體 就是我們肌肉 人帶 關節狼 每個人都會有一個幅度 我們不可以拉伸太多 拉伸太多的話 那些力 就會進入了 印帶和關節浪 會扯鬆 關節和 即是嚴重touch foot 有些會扯到印帶撕裂 當然非常之不常見 但如果你問我 有甚麼受傷風險 就是有些會伸展得太厲害 譬如我舉個例 例如有些練習體操的人 他們的伸展會很誇張 有很多超新的情況出現 因為他們有專業教練 所以他們可以避免受傷 但如果在家裏做 但沒有專業教練 又伸展得很過分 那就有受傷風險 可以找適當的教練 去教你一些伸展 甚至跟一些課程 去更加了解伸展背後的意義 和安全性 瑜伽就是傳統的印度 結合了一些冥想 一些呼吸 一個叫做綜合性的運動 他們瑜伽的運動 整個身體的動作 就像一些武功的功夫 例如有拜日式 有不同的式子 有呼吸 甚至有些對瑜伽的興趣很大 會看到原來有些生活行為 都是瑜伽的部分 變成整個生活模式 運動模式 都是寫出來的 甚至運動是純粹一點的 譬如轟二頭肌怎樣伸展 手放在牆上 然後轉身 譬如胸大肌怎樣伸展 就這樣 逐條逐條肌肉跟你拆解 沒有一些生活上有限制 以及不是一定要灑一套招式 沒有八日式 沒有什麼式 純粹是 譬如你的腳比較緊 今天可以伸展四頭肌 伸展國城肌 伸展肥腸肌 就這樣 用肌肉作為一個單位去做伸展 而瑜伽整套理論是很齊備 以及歷史很長的 分別就在了 我不可以說每一塊都可以 因為有些很深層的肌肉 是很難伸展的 我會說大部分的大肌肉 尤其是我們主要運動用到 譬如你跑步、行山、游水 用到的肌肉 主要都可以伸展到